嗨 大家晚上好 今天想給大家我一期清雨的視頻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喜歡 就隨便跟大家聊聊吧 我也沒有實現想要說些什麼 所以我們就想到哪說到哪好嗎 我記得第一次了解B站的時候 還是偶然間的一次機會 每一個貴族的視頻 因為當時對這個東西並不是很了解 第一次看過以後感覺還好吧 第二次又去看了一遍 再後來就是第三次第四次 然後慢慢的我就散開了B站 我發現我來到一個 個性化而又很奇妙的世界 以前還挺不理解的 因為總有些人會說 在減肥的時候 如果你看直播 就真的會感覺自己在吃東西 我當時還不認為這是一個很準確的說法 直到後來有段時間 我自己也打算減肥 所以想意識到 我就去調了很多這樣的直播視頻 包括國內、國外的大咖 呃 還有很多不知名的信任UP主 也可以說是從那段時間 開始認真了解了這個東西吧 就是從那一會兒一直開始看 後來我發現 在我 不見非的時候也想看 就是睡覺的時候想看 無聊的時候想看 就像你喜歡一個人 你吃飯的時候會想 你看手機的時候會想 你洗手的時候會想 那段時間就比較 著迷 睡覺 無聊 甚至上廁所的時候 和化妝洗澡的時候 也偶爾的回想去看 嗯 不知道有沒有 小夥伴和我一樣有這種 很奇怪的體驗 我自己 決定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應該也是去念念破這樣子 因為我的工作是朝鮮挽留嘛 所以會有一些現在的時間 我就在想 欸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做這些東西呢 看一看我自己是不是也可以 做這樣的視頻 去幫助別人 當時就有這樣的一個 簡單的衝動 或者說 可不可以自己 來做這樣的事情 給別人 帶來一些 好的影響 然後 慢慢的 學著去模仿 別人的一些 語言 也慢慢的開始了 自己的第一個視頻吧 嗯 總之感覺 這個過程整體下來 意向真的是很深刻 因為 從來沒有過這樣的體驗 但是 做下來繼續 但是 這件事情做下來我發現 並沒有想像的那樣的順利 但是過程的體驗 真的是很有趣 因為 你會發現 你自己 在主動的 而且是創造條件的 唯一一件 你沒有做過的事情 去嘗試 去付出 你的心動 和你的時間 體驗一個 你沒有嘗試過的事情 是一件 會讓你感覺到 興奮 而又開心的事情 對 對 對 不過 中間也是經歷過很多的波折 因為 畢竟不是專業的 所以可能在 環境的佈置上 設備的安排上 或者是一些視頻的技巧上 相比 相比那些大咖們 還是相對落後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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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前期的話 所以前期的話 還是一個慢慢尋覓 和調整的過程吧 我覺得我現在唯一的障礙就是 時間的安排上 需要再進行 合理的調整 我會 努力的去充足這個時間 去堅持這件事情 最近也有很多的 朋友 小夥伴會私信我 說他的一些想法 和需求 我都會慢慢的整理下來 然後一點一點的 把它付出行動 總之 是對大家的感謝 因為這段時間 我沒有聽到任何質疑的聲音 我覺得 是大家對我的肯定 所以後期 我會慢慢的 調整大家的想法和需求 把它做正視頻 然後 分享給好朋友們 今天就是想到什麼 跟大家聊了什麼 沒有特定的主題 不過 3月份應該就會 疫情結束了吧 我也可能要回到 我工作的城市了 等到那邊 我停下來 再為大家更新一些 更好玩的視頻 不過3月份前 還是沒有問題的 還是沒有問題的 好的 那最後 晚安囉 拜拜